大家好,我是华杰麦奥格,今天是6月16号,我身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20手机批发市场,为大家讲述了真实的老黄金 首先是14128G的欧版无锁单卡的原式卡车的机器 这种机器是不需要去开机拆机改卡槽的,它是有默认的原式单卡的 跟对比国航的机器就是单卡跟双卡的区别,外观层次都是99层新,电池重新只有几十来次,电池都是100的 然后这种机器拿货轰的是3850,这个纸色是13.9,整体纸色是非常OK的 大概这个机器对比国航的接近4400左右的一个价位还是能够便宜个500块钱 对比每一版无锁改双卡的机器价格可以说是一定的,但是它是原生的,清明性就是完好 这个是14pro512G的,这个是有锁的卡贴机,现在有锁卡贴机配合QB模式解锁也是非常的稳定 但是价格全新机的优势对比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是512G的,然后是6000块钱 如果说选择别的颜色,可能说价格还贵丢丢,无锁的,现在该拆机高双卡的 大概这个阿手橙色比较好的,大概拿货了在6600的样子 然后如果说大家买国航港版的话就得7000多了,还是能够省一点钱 现在卡贴信号其实自己正常使用还是非常OK的,接着还稳定 这个是14plus256G的,这个是日版无锁原生单卡卡槽的机器 它是不需要拆机改卡槽的,这种机器咱们有这种好货是直接拿下 然后电池100充电也是用几次来自,这种拿货是5000块钱 如果说大家想选择一个512G的,可能说大概接近一个5500,5600的一个拿货 相对来说这种阿手对比全新机的,还是能够省不少的钱 能够轻松的省个一两千,对吧,但是这种机器可能说有点轻微的瑕疵 一点轻微的一点损耗,阿手机器有点轻微的损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个是华为的P50的折截屏,这个机器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势 这个机器是外表还是算还是可以的,然后屏幕是漏页的,左上角跟左下角都是漏页的 然后屏幕可能说偶尔会闪光会闪屏,这个机器的拿货价是非常的便宜的 可以说减漏了,这个机器拿货了只要900块钱,咱们也是赚个百来块钱就出了 像这个机器可以说跟大家描述好功能测好,然后去大家正常使用就OK了 但是屏幕是漏页的,因为这个整个电瓶的一个屏幕的价值是非常高 这个机器如果说大家去换屏的话,这很多,但是咱们不操作 这个是AR5256G的,这个机器拿货的是4000块钱,然后充电了只有几次电磁是100的 然后人就外观层次上久久澄清,可以说非常的亮,对吧 AR5这种机器有四扬声器的时候听,听那种音乐播放出来那种感觉那种确实不一样 再说处理器也非常好,平板的一共使用年份是非常久的 可以说使用个七八年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种机器你稍微买点贵点的,它的保持性也高 对吧,后来也不会交价很多,然后可以用很多年,对吧 这个是14Pro Max 256G的,这个机器就比较特殊 它是美版的光换机,然后是从香港里面换出来的,这个机器是内部显示能够有双卡 但是性是完好的,不是那种市场上去拆机改双卡的,这个机器就比较特殊 拿回价值7000块钱,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澳洲行情 对我们在评论下留言,你们的问题奥哥都会一一详细回复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